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门 这边就是我们的物件了 野哥 小黄姐来了 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房子吧 首先进门的话我们可以看这边一个小柜子 一般的话就是放一些杂物的柄 然后呢 这边的话是一个厕所 里面请 您这是很舒服 你要把衣服过来试一试 哦 不了吧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客厅 客厅的话它这个顶红采用了一个比较欧式的一个装修风格 一个风扇加一个交通的一个主体设计 然后呢它的这个亮点呢是我们的这个地板的话 它从地基到地板的垫高了整整大概是半米的一个高度 它下面已经铺设了所有的地暖 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的话会比较适合 因为小朋友会经常垫上爬嘛对不对 来带大家看看我们一楼的一个大房间吧 你看我们现在首先看到这个房间啊 它是我们一楼的一个主卧 那么一楼主卧的话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家里年纪大的一些爷爷奶奶 对不对爷爷奶奶爬楼梯太累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住在一楼 哦 可以看到一楼的话这个洋服外就非常的充分 对哦 这个朝向还是蛮好的 然后隔壁家的花花草草 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周边啊 都是住了一些比较 亚萨西的一些爷爷奶奶 他们的这个小院子也是种得非常漂亮 这边的厨房的面积的话 其实相对日本的这个公寓来说还是比较宽的 尤其那个开放式的厨房啊 给我们的感觉也是立体的会比较宽敞一点 然后呢你看看那个小门呗 那我们周边做菜的时候有点比较大 那我们把这小门打开 怎么回事 一言不听话 然后这个厨房还带有一个自动洗碗机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这里就是通往二楼的一个楼梯吧 然后上楼这是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二楼三个房间 其中的一个房间 对 这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采光是非常的不错 真的 对 但是它对面有一栋房子 是的 而且它是两面都采光的 这以后跟对面邻居打清吗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二楼的走廊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卧室 这个梯子 面积相对可能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拍的一个阁楼 这个阁楼呢我们用途就比较多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两面采光 这边的话直接通到阳台 通到隔壁那个房间的阳台 这个梯子是完全可以收起来 所以平时如果不用上楼吧 这个梯子就一直就挂在这边就行了 然后要爬上去的话再架 但我发觉这个房间很适合小孩住 是 小孩就特别喜欢这种 因为上面呢还有一个窗户 可以看向外面的风景 高度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如果在上面坐着的话 它的高度还是有一定的 所以它并没有那么小 基本上我感觉睡两个人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窗户啊也就是有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灯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浴室 这边是一个洗净台 然后这边还有个小窗户 日本的房子其实是这样子 它本来就小嘛 然后很闷挺 朝向有的时候也不好 如果在各种地方会有一个小窗的话 会显得整个家很亮的 浴室也有一个窗 然后这边是一个二楼的一个卫生间 楼层和楼层之间的这个高度很蛮高的 所以会显得稍微大一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收纳 嗯 这边还很特意的做出一个小三角的一个小小的 可以放就是花花草草或者乡村的地方 我们就是最后一间房间了吧 这间房间应该我觉得个人来说是最亮的一间了 就没有对面的房子挡住了 所以用来做主卧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其实我个人也是跟你一样 我觉得它是三个房间里面的主卧 它的这个视野包括这个彩光 所以整个三个房间里面最好的一个 我们会感受现在下午三四点钟的一个温度 还是非常舒适的 非常非常舒适 是不是 喜不喜欢 喜欢 今天差不多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阳台 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阳台 二楼 二楼唯一一个阳台就是这里 然后这个房间和那个刚刚那个小孩的房间 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阳台相对来说比较小 没有什么太大的娱乐性 基本就是来晾晾衣服用的 你们听超级安静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听这附近的环境超安静的 非常适合居住 怎么样 今天的这套一户建 你们觉得会比之前的几套塔楼公寓来的更实惠一些吗 当然其实一户建和普通的公寓其实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点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想法 觉得哪个更好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评论 并且订阅我频道 我们每周更新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